那這個人事考評最後其實是希望說可以 因為如果假設每天都很多很多工作表 然後當然你問每個工作表長的其實都差不多是一樣的 那不過這裡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呢那個Ctrl向下 像那個住專的部分 他是40個對不對 可是0組的話我看Ctrl向下 他101個 也就是說雖然他欄位一樣但是他人數不一樣 不是每一個都一樣 那這樣的話當然你就會要考慮到就是說 他的那個最下面的那一列的位置一定要是 不能固定的啦 因為如果固定的話在將來呢變成說 這個40跑到40 這個101下面都不用沒有了OK那就不對了 好那所以 那當然最後我是希望說啦 比如說你每天都做最好可以做一個像VBA的一個動作 最好可以整合這些事情 然後我是希望說這四個工作表 然後就可以全部幫我跑過一遍 好那跑完之後又幫我跑回來 有沒有他可能就這個做完七個嘛 然後再下一個 再七個 再下有沒有 然後最後做完之後再跳回來 這樣子不就全部做完了 當然這四個啦 如果你有40個你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你就跑一下 也不就全部都做完了嗎 感覺 因為 就誠實幫你跑 你不用自己每次都再來 其實每次再來一次也是很累人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些事情都固定的話 那你就可以按 增加一個按鈕啦 這個按鈕其實你們可以想想看 怎麼做 當然理論上跟樂透彩那個有點像 把它 七個欄 七欄嘛 那只是說不一樣的地方是跨 很多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地方延伸出來 還要思考多一個 怎麼樣讓他跳下一個工作表的這個動作 他會用到一個物件叫序迟物件 有沒有 序迟就是工作表 SH1加S 然後刮弧裡面 刮弧裡面只要加他的數字 就指的是第幾個的意思 如果刮弧1 那就是第一個工作表 刮弧2 就是第二個工作 一直在推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 先第一個 做完之後再切第2個 再切第3個 切的話後面有一個方法叫 點Slate 有點像 錄集的時候不是很常見到什麼什麼點Slate 點Slate除了 可以是儲存格 可以是範圍之外 那也可以是 這個工作表 工作表這樣點一下也是點Slate 所以我做完這個demo給各位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他閃過 這樣就清除 所以我希望 後面練習假設我希望 做出來就是4個一次做完 有沒有 閃一下 然後一次清除 比如說我又有新資料 那我要把舊資料給刪掉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來個清除 但是清除的話各位 注意一點就是 之前有跟各位講 清除的話你可以用 Sales 有沒有 等於就儲存格的方式一個個慢慢清 但是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要清的範圍太多了 如果用以前的方式清 會有一個問題 清很久 慢慢清清到一個慢動作 然後慢慢畫面都已經變白了 就會太慢了 所以如果要清以這一題來看 用Range OK如果沒有用Range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BUG 也不是BUG 清得掉 但問題清很慢 沒效率 OK 所以 有時候寫VBA程式可能還要考慮到那個 執行的 如果數量很多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再用 那個儲存格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逐一來看 所以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當然你說這個 畫面有沒有會閃爍 有沒有 它還是會閃 如果你當然將來不希望它閃爍的話 其實加一行程式就好了 這個其實前面講過 就是Application.ScreenUpdate 等於Force 這樣它 加在第一行就可以 然後這個就不會閃爍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注意來看 當然如果你要做到兩個按鈕這個目標的話 你不可能一下就做 因為 你一定要先 把公式先產生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 帶到VBA裡面去 有沒有 有沒有然後呢 最後可能還要注意就是向下追蹤的這部分 因為它的列數不同 OK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把這六個欄位的公式 逐一的把它產生 其實也不難啦 比如說你要抓 編號裡面的 這個 其實有點像把編號轉換成它真實的內容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在設計那個編號這個欄位的時候 常常這個編號裡面是有意義的 比如說裡面可能 加入了他的什麼 幫單位啦 組別 等等的訊息 所以有的時候看那個 他的編號大概就知道說他是哪個部門的 或者說他 他的組別是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要先抓108 怎麼抓108 當然他資料在中間 所以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密的 這個應該大家 相對會比較熟悉 所以我們用密的方式 去抓 那一樣嘛 算一下他的資料 這個編號給他 然後資料的話應該是在第3個字 然後取3個字 OK 第一步OK了 108 而且是文字 有沒有 OK 第二的話再把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 V的函數 這個時候 就是用 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 V的函數 那因為我們這個版本不夠新 新的版本還有多很多 像XLOOKUP有沒有 但問題 當然他很好用 他可以跨欄去查詢 但問題是說 如果你的版本是舊的 不支援也沒辦法 你即便新電腦用了之後 拿到另外一地方 他沒有支援 他也不能用 所以這個很麻煩一點 是新的